不管初選、協調、民調 最後決定出最強的人選 是羅志強全力衝刺 不是羅志強 我也全力的支持 我要的很簡單 我一個險象就是贏 不是羅志強贏 是桃園人贏 是國民黨贏 是北北桃園 我要請大家絕對絕對不要懷疑 朱立倫主席跟羅志強 希望國民黨贏的這個決心 為什麼要參選桃園市長 我想要把這些沒有被聽見的聲音 讓大家聽見 我不是來找鄭文燦市長的麻煩 也不是他的敵人跟對手 我想要當桃園人 當桃園市政府的眼睛跟耳朵 協助桃園變成一個更好的城市 所以發掘桃園人的心聲 是我想要為桃園做的第一件事情 那當然第二件事情 我也希望透過我的行腳 聽到聲音之後 形成政策 然後呢 打造桃園成為一個國門的新首都 在我行腳桃園之前 高金數媒委員曾經勉勵我一句話 至今受用 他說走路群眾 形成政策 走出藍綠 然後桃園更好 這就是我的心情的寫照 我曾經擔任過總統府的副秘書長 我曾經相駐馬英九總統 在中央來治理國政 我也曾經擔任台北市議員 現在是台北市議員 對地方政府的運作 我也有我的經驗跟熟人 我希望能夠結合我過去 在中央在地方的從政的經驗 能夠結合地方傾聽來的民意 形成讓桃園更好的政策跟政見 然後呢 打造一個首都級的桃園市 所以讓桃園贏 讓桃園人贏 讓桃園這座城市贏 是我為什麼選擇參選桃園的 第一個初衷 第二個初衷 我希望國民黨贏 我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對於國民黨 我有無限的情感 跟責無貪貸的使命 我希望透過我的參選 能夠讓原本在桃園 國民黨內 靜悄悄的選情 激起火花 我想要當一個臉魚 努力的來去創造 一個更加激活的 國民黨的桃園的選舉的一個形勢 如果我能在這形勢當中脫穎而出 我是最強的人選 我就爭取 為國民黨贏回桃園市 但是如果我不是 我也希望我的努力 可以激發更多同志的努力 然後呢 創造一個共贏的局面 黨中央透過各種機制 不管初選協調民調 最後決定出最強的人選 是羅志強全力衝刺 不是羅志強 我也全力的支持 我希望桃園贏 而現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今天我看到一個媒體報導的一個民調 因為我的投入 使得我跟呂毅林的民調 雙雙上升 這就是我 為什麼要投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希望 我能更好 我也希望我的同志 可以更好 大家不要擔心 這一段時間紛紛擾擾 我絕對尊重國民黨的機制 全力的為國民黨來打贏 這一場桃園市長的選舉 第三個贏 是我希望 2022國民黨能夠取得好的成績 尤其北北桃作為一個 選舉的戰略的平面 戰略的連線 應該要有攻有守 攻很重要 守很重要 攻守接拒 就會形成一個戰略的互補 我相信很多人對羅志強有一個看法 認為我是一個能夠 創造議題是一個有行動力 也是一個比較有戰鬥力的一個從政者 我也希望我能夠透過我的努力 讓北北桃形成一個戰略的連線 然後呢 協助我們國民黨在2022的選舉的整體的獲勝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3月13號到3月26號 我只走了13天 水溫已經變化 戰略連線的效果也開始初步的浮現 鄭文燦市長忽然接受媒體的專訪 就談羅志強 就談羅志強 我其實很謝謝鄭文燦市長 這麼看重羅志強 我只走了13天 他說我新屋的屋寫錯了 但其實我沒有寫錯 這才是重點 我的臉書查遍了 我沒有任何一個新屋是寫錯的 我好多篇文章都提到新屋 但沒有一個字是寫錯的 可是因為鄭文燦是市長 我尊重他 我還是到桃園市政府寫了一千遍的新屋 表達我對鄭文燦市長的尊重 但是我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鄭市長 他要大張旗鼓的透過一個專訪 來談羅志強寫錯字的這件事情 不就是我剛剛講的 戰略連線的用意已經達成 他必須回應我 因為我已經走出了一個溫度 所以這一場桃園市長的選舉 我要的很簡單 唯一的選項就是贏 但是請大家聽清楚 不是羅志強贏 不是羅志強贏 是桃園人贏 是國民黨贏 是北北桃園 成功不必載我 我宣布參加初選的提名機制 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選項 然後努力讓自己成為最強的選項 但是如果黨中央透過機制 覺得羅志強不是最強的選項 我也會百分之百的尊重 祝福跟支持國民黨最後提名的參選 最後我想要請大家幫我一件事情 我要請大家絕對絕對不要懷疑 朱立倫主席跟羅志強 希望國民黨贏的這個決心 不要懷疑朱立倫主席跟羅志強 希望桃園贏的這個決心 雖然在過程中 也許對贏的路徑 我跟主席有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不要懷疑 我跟朱立倫主席 對於國民黨在桃園贏 有共同的意志跟決心 因此外面說火車對撞 我直接告訴大家 不會發生民進黨也不必看好戲 未來就是團結合作 就是朱立倫主席說的 團結合作拼得慎選 謝謝大家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物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